應該最後一集是他了,魏小寶 進入了2023年的阿喬斯短途錦錶 入了集,隨時起步,準備 好,一起步的時候都算出得齊 在中檔的順女教堂撞到一堆 出得快點,魏小寶出得最快 接著在近外檔的夢超羊,聖多尼道 中間好眼光都不執書 接著還有瀑布雷池 在他們後面是愛德森,暫時找位置躲著 接近內檔那邊又怎樣呢? 還有星上司,然後才見到定贏區 在他們後面還有快日 愛星河暫時尾三,在他外側彈跳玩具 內側是喜結良緣 包緊尾那一匹暫時是暴獵之地 跑到500米左右,前面戴緊頭 暫時夢超羊帶出了多少 接著他是星上司 近外檔那邊是魏小寶,好眼光都霸佔好位 內檔那邊的馬都開始走上來 喜結良緣,愛星河,定贏區鬥騎 外檔那邊還有瀑布雷池 入隊之後三百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暫時星上司出來了 外檔的魏小寶,好眼光 內檔那邊,愛星河果然很厲害 在這裡站在那裡有 最後百多米,前面是星上司 愛星河佔先進去 外面又好眼光,魏小寶一起衝上來 前面愛星河中間還有星上司 那邊一、二、三、四、五名都很近 還有一隻定贏區 定贏區看離通 第二名,星上司 第三名,愛星河 第四名,好眼光 整個定贏區在中間 爆了大腦,叫定贏區 澳丹尼這裡 香港這邊有七十倍 星上司過去不到 星上司那裡都透出了 以為可以,差一點點 星上司是最後那兩步轉弱 反而是 好眼光都跑得不頑 愛星河也是最後那兩步轉弱 一對香港代表拍得很好 第四、第五名 魏小寶第五 但少必是定贏區上來 是這隻,其他全部都弄露 真是千四,縮下來千二 好眼光跑第四 魏小寶跑第五 值得給點獎勢 兩匹有獎金 兩匹有獎金 兩匹都跑得好 因為不簡單 開星河一點也不簡單 好了,那題就沒用了 一隻就被拋爆了 好了,結果呢 喬斯短途鑑定贏區澳丹尼 爆出大冷贏了 我們看重播 鬥衝給他衝贏了 冷那兩隻衝贏 有點想不到那裡會是他衝贏 因為去到最後一百 好像馬縮縮的 縮縮一下 怎料旁邊那兩隻還縮得多 一張就贏了 愛星河就失望了 反而衝到那裡縮那麼多 資源那段又沒有 其實魏小寶最危險是王星河 最後 69倍是第一 27倍是第二 接著才是 愛星河熱門 好眼光是第四 好眼光和魏小寶唯一一點不好 就是早段找不到馬子 看空了 魏小寶來試 搶口很厲害 早段我覺得兩隻馬都要輕輕的 鬥口 出閘出得快 一針都出來 就看空了 魏小寶是第一隻跳出 好眼光都不睏 差不多第二、三隻都是他 已經 其實星上司也是 以為澳洲跑得有點遮擋 沒有這麼早出來 不過今天速度可能已經不同了 所以擺了前 澳洲馬跑短途 你也要計算高一點 這隻就真是驚喜 上次看過他都跑到 不知道跑去哪裡 拉斯奧科爾這樣表一場 那場是熱門 這場可以反思 那場年聖多來度 他都迫不近 那場年聖多來度